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我们一同思考如何过好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人生 对白的第六战 周国平老师来到了河北传媒学院 河北传媒学院坐落于河北省十家装饰 是一座以传媒艺术类专业为主 在校生一万五千多人的普通全日制民办本科院校 在这样一座即将迎来建校二十周年的年轻高校 周国平老师将为深深学子带来怎样精彩的演讲呢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国平老师为我们带来主题分享 周国平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1年出版时引起巨大轰动的尼采 在世界的转折点上一书 并是周国平的成名之作 迄今周国平老师已出版散文 随笔 历史 诗集 译文等一版多部 多篇文章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因为他的作品唯美又富含哲思 网友们戏称难不可不读王小波 与不可不读周国平 同学们大家好 很高兴和你们见面 我的文章经常进到教科书里面 进到考试的试卷里面 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 有一次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 跟同学们见面 当时一个男生就站起来说 周老师 你还活着呀 我以为你是民国时期的人呢 今天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跟你们来聊聊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就是 我最近有一本书 书名叫做 《只有一个人生》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说 是我一辈子在思考的问题 从小想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于你们来说也是存在的 大家想一想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 世界上只有一个你 我们每一个人来了以后 只有这一生 你只有一次 一个人生 我们经常说 对这个人负责 对那个人负责 对社会负责 对家庭负责 我说都对 但是你不能忘记 还有一个根本的责任 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这个责任只有你自己负起来 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 只有一次人生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生过好 一定要做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主人 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责任 那么我这样一个认识 其实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我小学的时候啊 就是身体特别弱 这个经常生病 所以小的时候就很悲观 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死 怕吧 我也特别怕 我从小想到了死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一个小孩啊 你看到的是一些老人的死 你周围的 你亲戚里面的一些老人死去了 你会觉得和你自己 没有多大关系 但总有一天你会想到 我自己也会死 自从我想到 我自己也会死以后 我就很恐惧 就马上就对人生 到底有什么意义 产生了怀疑 我们小学的时候有常识课 这一堂常识课上 老师拿了一张人体解剖图 画到黑板上 给我们讲人体内部的勾照 内脏 我当时一看 人的身体里面是这么乱七八糟的 一团东西 难怪要死 我就想 我的身体里面一定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定是一片光明 所以我是不会死的 当时就这样来安慰自己 来抗拒人 我会死这样一个想法 还有一堂课 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历史课 历史课的时候老师讲那个 佛祖 佛教的唱识人 摄加摩尼 讲他是怎么出家的 他到了他们那个城市的东南西北四个门 看到了生劳病死 就感到人生是个问题 人生太痛苦了 就跟他父亲说他要出家 他父亲劝他 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 你何必出家呢 这个摄加摩尼就说好 我想要一个东西 就是人没有老病死 这个他父亲改不了 所以就正好让他出家了 那么最后他就彻悟了人生 我当时听老师讲他的故事的时候 我热泪盈眶 我真的是一直在流眼泪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塞加摩尼一定是跟我一样的 一个小男孩 思考到死亡的问题 非常痛苦 然后想去寻找一条路 我就想如果他生活在我这个时代 该多好 我跟他一定是好朋友 那么我讲这两堂课的故事 我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 实际上 这个关于死亡的思考 从小就开始了 而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大的问题 通过这些思考 实际上我是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 这个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只有这一个人生 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好好的过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经常想一想 这个真正是做自己的人生的主人 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的面貌来生活 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任务 其实这一点其实不容易做到的 很多人 他不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 都用尼采的话来说 都是戴着面具生活 一定要跟大家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真正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活出自我来 这个是很难的 一个人要独特是很难的 而且是很累的 随大流是很轻松的 而且要独特 要经受那个舆论的压力 别人的嫉妒 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但是随大流是最安全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 按照自己的样子来生活 我是研究尼采的 尼采曾经分析过这个问题 他说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他到这个人世间来的机会 只有一次 他和别人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为什么 大家都装着和别人是一样的 那样的生活 戴着面具生活 他说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懒惰 真的你要独特 要活出你自己的价值来 这是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的 很多人不愿意 所以就随大流了 第二个原因是 情懦 就是害怕 胆小 因为你独特的话 别人就会嫉妒你 就那个 语论就会谴责你 这两个原因里面 懒惰是更重要的原因 因为大多数人是懒惰的 所以就很平庸地在那里生活 这样的话 少数真正是想活出自我来的人 少数优秀的人 他们就处在一个 人言可畏的环境里面 就害怕了 所以这个懒惰 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原来随大流的生活 就是因为我们的懒惰和怯懦 懒惰是更重要的原因 各位正在观看节目的小伙伴 有没有被扎到心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懒惰 怯懦 甚至软弱的时候 多数人是懒惰的 各位小伙伴 也不必太过慌张 周国平老师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分享 让我们抵抗这些负面状态 活出属于自己的不二人生呢 有时候弱点可能就是 你的发展的一个基础 下面我跟你讲过 初中的时候的故事 因为我一直是比较瘦小 又比较弱 而且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啊 男同学往往都欺负我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我那个时候啊 经常有朝鲜的代表团 来中国访问 代表团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欢迎 欢迎呢要用紫花 那时候没那么多鲜花 这个紫花呢 就学生自己做 男生不会做 老师就布置任务 让女生到男生的课外小组 去教男生做紫花 所以那天呢 一个女生就到了 我们那个课外小组 要来教我们做紫花 然后那几个男生啊 就把门锁上 不让他进来 那个女孩就是老敲门啊 他们都不开 简直嘻嘻哈哈的笑 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说这个人家 人家来帮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 我就去把门打开了 打开了女生就进来了 那几个男生就一阵哄笑 然后女生教完那个 做紫花以后 走了以后 这几个男生就把我 按在地上 说这我批你交代 你跟那个女生 什么关系 这样的事情啊 经常发生 所以真的是 我那时候流了不少眼泪 但是我也没有跟家长说 我也没有跟老师说 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我说我要争口气 我要有志气 我要比你们多棒 总有一天 你们要佩服我 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我就学习特别用功 而且用功的很有成效 很快我就成了班上 成绩最好的学生了 各文功课都是最好的 所以那几个 欺负我的同学啊 后来对我还不错 我想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人要有志气 有时候弱点啊 可能就是你的 你的发展的一个基础 比如说我这个人比较弱 比较内向 不太善于和人交集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不愿意处在 这样的境地 我要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后来 我说过一句话 可以把你的弱点 变成你的根据地 从这里出发 走向森林 实际上我是阳长地端 我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那我就算了吧 读书写作 我可以一个人干的 是吧 你要认识自己的性情 自己的特点 然后来给自己找一条路 第二个人生故事呢 我想讲讲我大学的时候 我初中上的是 上海的一个普通的中学 那么高中 我上的是上海最好的中学 就是上海中学 我能进上海中学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初中的时候 受了欺负 就发愤突强 成了一个优秀生 还有一个原因呢 当时初中班上 我暗恋一个女生 就是我特别喜欢她 但是我也不敢跟她说 其实她也知道 为什么她知道呢 因为我那时候个子小 我坐在第一排 她坐在后 她个子还比我高 她坐在后面几排 上课的时候 我老是转过头去看她去 有时候眼神就交流了 她就知道我挺喜欢她的 可是她就跟我说 她说中国平 你为什么不去考上海中学呢 我说为什么要考上海中学啊 她说上海中学 那个学生啊 都是由小汽车来接送的 我说这么好啊 那我就考吧 其实我对上海中学 一点不了解 我就知道她是个好学校 我就抱着上海中学 结果也考上了 到那里看 哪有什么小汽车接送啊 我住在学校里面 每周都是坐公共汽车来回的 而且我还舍不得 花钱去坐公共汽车 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家在城里面 上海中学当时是城市的边缘 现在的位置 已经是因为城市扩大了嘛 也等于在城里了 当时是郊区 从那个上海中学 坐车到那个徐家汇 这个是长途车 要五毛钱 我爸爸每个星期 给我一块钱 就是一个来回的车钱 这个来回的车钱 我舍不得用的 我就把它存起来 我就走路 我告诉你 走路从那个上海中学 走到那个 我家里要坐两个小时 但是我每次都是走的 为什么 我想把这个钱 存起来去买书 家里面没有钱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 我们家子女又多 所以家境比较困倦的 但是我特别喜欢书 我经常去逛一个旧书店 正上海的南京路上 我就去看 看到一本我想要的书 等到钱够了 就把它买过 买下来 所以我当时就是来回走路 从初中开始就是这样 初中我上学的时候 也是离家有一段路 是要花四分钱 这个钱我都沉下来的 然后去买书 所以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就有不少书了 都是这样沉起来的 进了大学以后 我上的是北京大学 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犹豫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我沉接最好的是两门课 一门是语文 我的语文课 老师经常是拿我的那个作文 那个做示范作文的 还有一门课就是数学 我数学好得不得了 真的 我太喜欢数学了 你知道吗 初中我最喜欢的课就是数学 尤其是平面几何 还有代数 解那些习题 对于我来说 真是陶醉的事情 所以后来考大学的时候 到底是考文科还是理科 我就很犯难了 到底怎么样来决定 我们那个上海中学 有个特点 它是数理化特别好 而且重视数理化 所以我们班50个同学 除了我一个人以外 后来我报了文科了 49个人都是报的是理工科 就我一个报了文科 连语文老师都来劝我 你数学这么好 为什么不报理工科 你考文科有什么出息 最后还不就像我一样 当个语文老师吗 但是我当时的想法 其实也是有点外大振兆的 我当时数学也放不下 语文也放不下 怎么办呢 毛主席的一句话 给我指出了光明的方向 毛主席说 哲学是社会科学 和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我想这样的话 我不是报哲学 我社会科学也有了 自然科学也有了 是吧 数学和语文我都可以不用放掉了 当然是这样想的 其实我当时对哲学根本不懂 当时后来我发现 我这条路是走对了 所以我说是外大振着 真是我喜欢的 考进北加以后 当然很高兴了 但是进了学校以后 我就发现 他那个课程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因为我上大学也是比较早的 那时候也是1962年 那个时候 这个哲学系的学生 上的课程还是比较单调的 比较枯燥的 我当时就发现了一点 就是老师讲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 他讲了一个学期 我可能花一个星期 我就看书 我就了解了 所以老师在上面讲 我下面看自己的书 有一会 我看书看得若迷了 老师提问 周国平 我站起来 干什么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提问 那么我说这个问题 我是想告诉你们 大学是个关键时刻 我并不是鼓励你们逃课 不听课 我是想让你们知道 在大学阶段 你一定要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 你要自己支配自己的学习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从北大出来 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学到了那一点知识 说实话学的那些知识 你后来不用的话是很快就忘掉了 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很容易查到的 这个东西不重要 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成了一个 死不悔改的自学者 自我教育者 我看了大量的课外书 别的同学可能是在认真的在那里 和对那个上课机的笔记 我就是看书 借了很多书来看 而且我看书是没有界限的 我是哲学系的学生 我看了大量的文学书 大量的小说 诗歌 当然哲学的书我也看 一个是我是爱上了读书 另外我就是 我学会了那个 按照我自己的兴趣 来自主地安排我的学习 我该怎么样学 我要看哪些书 我自己来安排 我觉得这样的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怀特海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是教育 教育就是 等你把在课堂上学的东西 都忘记了 把为考试而背诵的东西 都忘记了 那剩下的东西 就是教育 如果你把课堂上学的东西都忘了 把为考试而背的东西都忘了 以后什么都没有剩下 你就是 等于没有受过教育 你仍然是个蒙昧人 那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怀特海说 就是一种 融入你的血弱的 智力活动的习惯 就是你养成了读书思考的学习的习惯 成了你的本能了 让你不学习 不思考 不阅读 你难受 到这个时候 你就教育成功了 你是一个合格的学生 一个人是要一辈子学习的 其实我告诉你们 你上大学也好 甚至你上研究生也好 都是很初步的 我自己就知道 我的大部分的东西 都是我离开学校以后 我自己学的 但是大学里面打了基础 打了什么基础啊 就是养成了快乐学习 自主学习的习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能力 大学生 你们从学校出来 一定要具备这两种能力 第一就是快乐学习的能力 第二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 两个东西合起来 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 来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 我说过一句话 我说一切教育 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 教育不是被动的事情 并不是说 必须有一个人在那里教你 你才能学习 不是这样的 你大部分时候 你从学校出去以后 没有人在那里旁边让你学习 但是如果你成了一个自我教育者 你自己会教育自己了 你自己会安排自己的学习了 那你一辈子都是在学习 你是在不断发展的 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有出息的 所以我就强调一点 其实你们不要看重什么名校不名校 你就是上普通的学校 但是你有了这样的自我教育的能力 有了这样的快乐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就是在名校 在北大清华 也白搭 所以不要把这个 哪个学校看得太重要 最关键的是 你自己 能不能做你的学习的主人 而且只有你今天做了你的学习的主人 你明天才能成为你的人生的主人 你说将来 你在社会上比较成功 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最重要的你是要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很多人是有职业 没有事业的 那么什么样的才算是事业呢 在我看来事业就是 一份你真正喜欢的工作 而在这个工作中 你的能力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那就是你的事业 简单地说 就是一份你快乐的自主的工作 那么将来你要快乐自主的工作 前提就是你现在要快乐自主的学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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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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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眼光 别人要我怎么做 看得那么重要呢 没有必要 我就这个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然后你对自己 有了明确的认识 有了亲信的认识 有了组建 在这个基础上 对于他人的目光 他人的意见 你要做出判断 对的你要接受 他人的目光 你去作为参考 这是第二位的 首先要有自己的组建 谢谢了 杜老师您好 平时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而且也不喜欢交际 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孤独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里 交际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就很矛盾 我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 逼迫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外向一些呢 还有就是 我应该怎样去面对孤独呢 好问题 其实你这个问题啊 也是我年轻的时候 长期也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我也是性格内向 不善交际 好在我不是做传媒的 做传媒的冲突就大一点 但是我有一点像传媒人物了 到处活动 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原来想的就是说 我不要改变自己 但是我现在想 我喜欢的那部分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其实我可以让自己的能力 再扩大一点 再多样化一点 这是一件好事 我不单可以写文章 而且我也可以 比如说做讲座 跟那个读者进行交流 这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 为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我想你 你也是这样 你没有必要完全改变自己 我是反对一个人 去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的 我觉得这不可能 其实性格本身是没有好坏的 就看你用得好不好 用得好的话 它就能产生成果 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您周老师 周老师您好 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 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 您是怎么看待您的这个标签的 如果你对自己 有清醒的认识的话 我就不会把它看得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调侃的话 但是我不要把它太当一回事 孤往听子 必须要了解 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 您说我们应该活得高贵一些 而不仅仅是富裕一些 但是我听到的很多的话 人穷至短 名见夫妻百事哀 如果不先富裕起来 怎么能高贵起来 我是同意这句话的 人穷至短 如果你真的是在过着这种特别贫困的生活的话 你什么崇高的精神追求 我觉得都是扯淡的事 首先是要解决生存问题 解决你的生存问题是你的意义 在这个前提下 不要放弃精神上的追求 我觉得物质的贫困是阻挡不了你 我今天想问您一个关于感情方面的问题 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 但是我们两个的家离得很远 他的父母不同意他远嫁 我的父母也跟我说 希望我能够离他近一点 您觉得就是这种情况下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选个中间地点 我想爱是相互互相当 你特别爱他 你是想那个人满足他的愿望 他特别爱你 也想满足你的愿望 结果就是选了一个中间地带 谢谢您 周老师您好 我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大一的一名学生 就是我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理解 就是写东西嘛 但是呢 我发现就现在吧 写东西的门槛很低 就谁都可以写 谁都可以是一个创作者 但我们平时去做一些兼职 可能就一千个字 也就十几块钱 所以我想问您的就是 对于我们这个专业 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出路 您怎么看的 还有我们现在的当下 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我想其实是任何领域啊 这个出类拔罪的人都是少数 不可能个个都是出类拔罪的 这是没办法的 这种差别总是会存在的 也是合理的啊 我告诉你 我当研究生的时候 我那时候写一千字 只有七块钱 比你少 当然那时候钱比现在值钱一点啊 值钱一点啊 所以我就想啊 当你写作 还没有被社会认可的时候 如果要靠写作去生成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是不容易的 应该还是让自己的能力啊 的发展啊 多样化 保留各种可能性 做各种尝试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每方面我都做的 不是那么的精 还是说我选择一个方面 把它做到极致 其实文科东西是相通的 如果说你底子打得好的话 那你可能写文章也好 写剧本也好 你可能做主持也做得不错 所以这里面关键一个是 底子打得好 另外就是保留各种可能性 老师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您方便透露一下 您现在的稿酬是多少吗 他稿酬是这样的 大概在1994年以前 他是自诉稿酬 就是出版社会 按照你的那个书的那个字数 来给你稿酬 当时我的自诉稿酬 也就是7块钱到10块钱的样子 1000字 现在你看我的成名制作 就是理睬在四级的转的点上 当年发行了10万册 但是我拿到的稿酬 大概就是2000块钱 2000块钱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2000块钱等于现在2万块钱吧 加10倍吧 但是如果说现在这本书要出版的话 如果10万册的话 我想它就应该是 起码是四五十万吧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94年以后就是版税了 版税是根据你的书卖掉多少 然后等于是你提成 比如说我拿12%的版税 那么所谓的12%的版税 就是说一本书如果按照它的定价 叫做马洋 按照它的定价卖出去 那么我可以从里面拿到12% 100块钱的书 我就可以拿到12块钱 现在我版税不少单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周老师您好 在我们日常的实际生活中 我们总是缺乏着和父亲的沟通与交流 特别是在父子之间 很少有那种特别直观地表达爱意的话语 就比如说我本人 在我的印象里 我对我的父亲说我爱你 和我的父亲对我说我爱你的记忆 几乎是为零的 您平时和您的孩子是如何相处的 您平时在日常生活中 是一位慈父呢 还是一位严父呢 你刚才说你跟你父亲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跟我父亲也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真的很少交流 好像说不出口 其实当时的主动权在我 如果我主动地去跟他交流 他会很高兴的 所以我想你可以主动地去跟你父亲交流 作为父亲来说 他有个面子问题 他打不开这个面子 不好意思 你主动跟他说 他会很高兴的 这是我给你那个建议 但是我想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是说孩子跟我说爱说不出口 是我天天跟他说爱 我在我的孩子面前 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赐福 我也真喜欢孩子 真喜欢他们 儿子刚学会走路的时候 还不太会走的时候 在地上爬 我就跟他一起在地上爬 我们互相的称呼 他叫我大狗狗 我叫他小狗狗 天天在家里面就是要互相叫 我觉得最成功的父母是什么呀 就是孩子愿意把你看成是他的朋友 好 谢谢老师 周老师 你好 在当下这个社会当一个网红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都觉得说名气要比学识重要 你的金钱要比精力重要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最好是两样都有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比较丰富的积累 我相信这是一阵风 如果说你真正积累你的实力 同时你有机会做网红 拿块钱 我也不反对 您曾经说过 凡真正的哲学问题 其实都是无解的难题 既然哲学无解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学习哲学又有什么用处呢 我的体会就是哲学就是让你去想问题 如果说你永远就是去泡在那些具体的问题里面 从来不去想所谓无用的大问题 他那个生活状态是盲目的 哪怕他是没有答案 其实可以让你从那些具体的生活里面跳出来 那你站得高一点 自野宽一点 好 谢谢周老师 周老师 您好 像我们这个年纪大部分人都经历过亲人的离开 我的外婆在前两年就离开了我 我觉得非常难过 就很难从这种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 我知道您的小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您了 您是如何看待亲人离开的 您又是如何看待死亡的 我想亲人 尤其自己的那个自轻骨弱 给您离开 那种痛苦其实是无法形容的 而且我想痛苦是必然的 是很正常的 一定会有痛苦的 但是不要让自己被痛苦伤害得太厉害 不要陷在这种痛苦里面出不来 人生的路还长得很 妞妞这个事情我就是这样的 好多年我都成了里面出不来的 出不来的 当时我就说我不能把自己毁掉 妞妞也不希望我这样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写成一本书 等于我内心的这样压在我心里的东西 我把它移出来 移出来可能会好一些 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是有这样的一种疗效的 有时候我就这样想的 亲人的去世我很痛苦 但是有一天我跟他会一样的 既然你现在活着 那你还是继续享受人生吧 到那一天你就接受吧 谢谢 总之就是自然一点 顺其自然 我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 本季对白自2019年11月7日上线以来 我们收获了许多观众的支持和鼓励 这一季我们从南到北走过了多所高校 以数万名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互动 一起追寻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一季虽然已知尾声 但这场思想之旅并未结束 任何不以到达为目的的传播都是耍流亡的 全意识证据来的 不是正在来的 I am possible I am possible 从这里出发走向四人 下一季对白已在火热筹备中 白岩松 马魏都 善继祥 陈鲁玉 马伯雍 吴志宏 戴旭 李梅锦等多位 文化思想名人将走进更多高校 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悟 不尽者英 自胜者雄 选择是努力带给我们的自由 我希望我能够按我的心意 以我的节奏 过完我的一生 对白下一季 咱们春天见